三十岁的何远期患有先天性脊水肌肉萎缩症 要靠轮椅代步 他说发梦都想不到会成为全职运动员 还在2022年成为硬地滚球BC3级别的世界第一 不行 好笑 因为我们的身体限制比较严重 所以就需要管道和助理员帮我一起完成这个比赛 有趣的是助理员不可以看车发生的任何事 他需要背着车坐 也不可以跟我有任何的沟通 他只可以接收指令 好像有机械也不够了 四 四 最值得的 何远期本来参与的是 BC4级别 独立应赛的手打滚球 但肌肉退化变得无力 令他从2011年开始 转为BC3级别 即是利用管道发球的比赛 他回望 这个转变是他人生的帝局 从小到大 我都不是一个常常叫人帮助的一个人 但是慢慢成长 你可能都无可否认你要去承认自己的弱点 承认自己有时候你又真的有事做不到 在2012年 何远期遇上当时还是全职教师的李荣杰 愿意帮他做教练和管道助理员 不过他们回想起当初合作的时候 很多拗叫 平平平 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即是曾经都试过可能 驾管可能移动了一些高度 方向等等 真的会很不高兴 因为那一刻就觉得 明明就是我看这个场 你也看不到 你怎么知道是对的呢 我好记得他生气了 好像有一个星期 一个月 可能你打球训练的时候 他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话 是一个月了 后来他们慢慢建立默契 由拍当到拍拖 到今年年头,结为夫妇 挺有趣 其实有身边的人在这里陪着 一起笑、一起哭 一起去经历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时间也不是那么难过 反而是我觉得很珍惜 我们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做一件事 何远期在李荣杰的协助下 奪掌无数 不过在上届东京残奥 竟然三甲不入 令他们下定决心 要加倍努力 因为当时我不去比赛 太太也不能出赛 其实也挺挣扎 因为正值是刚刚完成东京 我们要继续抢分到巴黎残奥 那时我毅然辞了我的工作 下学年我决定做全职教练 几经挣扎 李荣杰辞去教练 全职协助太太 还要再次成功拿到 这届残奥的参赛资格 这一刻我能够 放下了我的教练 我走出了安苏期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 都没有什么困难 因为房间也知道教练 是一个很稳定的收入 但是我也能够放下 让我和太太在一起 告诉大家原来追梦有多疯狂 要是做折瓜 黑米糖 不用下肉 我想要做护瓜 李荣杰希望今后的人生 继续和太太跌当中同行 我要做你的脚 因为你一轮以所限 因为你有机会看不到 一个很高的天空 所以我有我在他身边 同行的时候 这件事才是一起去经历 一起去生活 一起成长 所以一刻到现在 我觉得仍然这个承诺也没有变 就是我愿意和他一起走 198在这里 你看着我 普通蛋糕的话 我都不觉得值得 好 港台没有不可能 巴黎茶奥 你不可能 我好 我可能 我可以帮我 我愿意 你不可能 我来帮我 我可以帮我 我不可能 我可以帮你